在前方的奥体中心上演的也是一场重头戏 华夏幸福坐镇主场迎来北京中和国安的挑战 最近三轮华夏幸福是强势反弹 两胜一平 而国安方面 施密特接管以来是五胜两平保值不败 能否延续进攻端的状态 与施密特的高位逼抢战术将是国安队客场抢分的关键 朴城转过身来 一脚打门 这次射门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 而且朴城在上个赛季报销之后 这个赛季很有证明自己的欲望 索利亚诺倒在罚球区内 这确实是应该判点球的犯规 人行 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 这边张成栋非常离垒 这是一个足以吃牌的动作 甚至吃红牌也不为过 但是裁判只给了他一张黄宝石卡 这是一个剪刀脚啊 太危险了这个动作 张细哲一脚打门 这个位置是张细哲射程之内 杨诚将球飞深地扑出了底线 张细哲完成这次射门之后自己也是很遗憾 没有能够转化成进球 拉维奇这边 拉维奇射门 球进了 但是看看助理裁判的判法 这球越位在先 双方下不成比赛 异地再战 还是拉维奇 点球嘛 这是 主裁判给了一个点球 杨志 江涛 包括李磊都很不满 郁阳这球是先碰到了球 随后带倒了拉维奇 尽管说杨志判断对了方向 但是没有办法阻挡皮球入网 来看看华雅幸福的这次快速反击 给到左路 尹鸿博高速地插上 横传 李航打门 2比0 华雅幸福锁定胜局 李航的进球基本上帮助华雅幸福 在主场全取了三分 那么他的脱衣庆祝肯定会吃到一张黄牌 这球尹鸿博这边 其实国安队的防线已经门户打开 中间中路的防守 已经没有人再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 华雅幸福这边在比赛最后之刻 还有机会 杨志阻挡了来球 最后胜杨志 还是没有能够让华雅幸福 扩大他们的领先 拉维奇随后的这脚射门 杨志神奇般的化解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北京时候国安客场零比尔 引恨告负 施密特执教以来的首场败战